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八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七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到的是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 首先来看到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今天向可能违抗美国禁止向俄罗斯出口限制的中国公司发出了严厉警告 表示美国将切断他们制造产品所需的设备和软件 雷蒙多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 拜登可能从根本上关闭中心以及任何不顾美国制裁 继续向俄罗斯供应芯片和其他先进技术的中国公司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国的出口管制不仅适用于美国公司 也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使用美国软件或技术制造产品的公司 其中也包括中国公司 雷蒙多表示中国尚没有能力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 而同时如果中国向俄罗斯运送这一些货物将面临严厉的惩罚 雷蒙多表示 俄罗斯肯定会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 以绕过我们的制裁和出口限制 如果我们发现比如像中芯这样的公司向俄罗斯出售芯片 那么我们基本上就要关掉中芯 我们会阻止他们使用我们的设备和软件 雷蒙多补充表示 中芯要出于自己的利益 不向俄罗斯提供这一些东西 对于中国生产这一些芯片的能力将是毁灭的 如果他们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的话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整理报道 美国在二0二0年的时候对华为采取了类似行动 切断了它与美国技术制造芯片和其他电子产品的供应 最终让华为成功的移动和宽带业务一度陷入僵局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波兰飞机交付的更新进展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在周二拒绝了波兰提出的将其遏制米格二十九战斗机 转移到美国在德国的基地 以此来补充乌克兰空军以抵御入侵俄罗斯军队的做法 五角大楼表示 将作战飞机从北约领土飞入战局 引起了整个北约的严重关切 北约表示 不希望与同为核大国的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 目前拜登总统已经排除了派遣美国军队进入乌克兰作战的可能性 五角大楼表示 这样的规定适用于在地面或者是空中执行任务的部队 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在提到波兰问题时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否有实质性的理由 我们将继续与波兰和我们的其他北约盟国就这个问题以及后勤挑战进行磋商 但是我们认为波兰现在的提议是站不住脚的提议 此前华尔街网报引述波兰外交部的说法向您介绍 波兰方面宣布准备将其米格二十九喷气机 部署到德国的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将其交给美国处置 而美国国务院的第三号外交官表示 波兰的提议让美国大吃一惊 这是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努兰德 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 据我所知 他们计划把这一些飞机送给我们 却并没有事先与我们协商 我们认为这是波兰方面的意外之举 这样的僵局也使得人们对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请求欧洲国家提供俄制飞机的可行性产生了疑问 美国立法者在周六与泽伦斯基进行了会谈 表示希望加快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动 并且在推动拜登政府促进飞机交易迅速达成 但是波兰的说法也可能反映了其自身的敏感度 波兰目前正在用防御性武器支持乌克兰 但此前表示不会派战机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石油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彭博社白宫记者的介绍 在今天在拜登总统在机场时曾与记者有短暂的对话 当时记者问总统先生 你是否对于油价有所评论呢 拜登总统请回答油价会上升 而记者继续问道 那么你将为此做出什么呢 总统说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问题是普京的 俄罗斯对此负责并短暂结束了这一次对话 而在幕后 美国正与其他石油生产大国商议 可否弥补此前宣布的俄罗斯石油禁令所带来的短缺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中东和美国的官员都表示 白宫希望安排拜登总统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领导人的通话 但是没有成功 官员们表示沙特王储和阿联酋最近几周都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与拜登交谈的提议 有一位美国官员在谈到沙特王储与拜登总统之间计划的讨论时说 人们对于电话有一些期待 但是并没有发生 这本来应该是打开沙特石油水龙头的一部分 沙特官员表示 沙特人已经表明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了恶化 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美国支持干预也门的内战 在伊朗的民用核计划向前推驻时也帮助他们自己的民用核计划 并希望王储在美国获得法律豁免 原因是这一项王储在美国面临多起起诉 在二零一八年记者卡舒吉被杀之后更是如此 而同时官员们也表示 阿联酋和沙特一样 对于美国对伊朗支持的胡赛武装分子 最近在也门对阿联酋和沙特进行的导弹袭击的克制反应感到不满 两国政府还对伊核协议的恢复感到担忧 说协议没有解决他们的其他安全问题 而最近几周已经进入谈判的关键阶段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油价在将近十四年以来首次突破每桶一百三十美元 现在白宫正努力修复两个关键中东国家的关系 希望他们站在自己一边 而沙特和阿联酋是仅有的两个能够抽出数百万桶石油的主要产油果 在美国油价处于高位的时候 这种能力如果得到利用 可以帮助平复原油市场的不安情绪 美国官员表示 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加强沙特和阿联酋的导弹防御系统 未来几个月会做更多工作 帮助两个海湾国家保护自己 官员表示 但是两国可能还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美国正努力解决他们的安全问题 再来说及委内瑞拉有关情况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委内瑞拉政府在周二释放了至少两位被监禁的美国人 文章评价 这是拜登政府与俄罗斯在西半球最坚定的盟友关系中的一个潜在转折点 在这一次释放之前 高级别的美国代表团在周末前往委内瑞拉与总统马杜罗会面 在拜登总统周二宣布美国将因乌克兰入侵问题 而禁止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之后 与拥有巨大以探明石油储备的委内瑞拉的会谈就显得十分紧迫了 纽约时报评论 此举将进一步收紧全球市场上的原油供应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加入不缺的话 拜登在谈到对俄罗斯的石油精灵时表示 这是我们为给普京造成进一步痛苦而采取的步骤 但是在美国这里也会有代价 美国官员表示释放囚犯并不是与委内瑞拉达成的重启对美石油销售协议的一部分 几周以来在委内瑞拉工作过的美国商界人士就恢复美国与马杜罗政府的石油贸易进行了秘密讨论 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内瑞拉最终可以帮助弥补因禁止使用俄罗斯石油而造成的部分短缺 但是行业专家也警告说美内瑞拉的石油供应对迅速平移 美国的天然机价格和通货膨胀没有什么作用 原因是该国的石油能源部门多年管理不善 投资不足提高产量可能需要很多时间 接下来我们的石油带粉丝 快走 兄弟,快走 我求求你 媽,有嗎? 沒有 一位女儿,一位女儿,一位女儿 女儿,女儿 инструмент 女儿,校 Button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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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女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